你好 欢迎收看12月11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台东县的志工人数超过8000人 堪生是全台湾好人最多的县市 为了感谢志工一整年的付出 台东县政府在11号举办了第24届金星奖表扬 有195位志工获奖 其中85岁的许图清彭先生 他跟随着妻子脚步退而不休 担任泰马里香卫生所志工十多年了 成为全场最高龄的获奖者 195位本着互助的美德不求报偿 利用于事于力服务社会的志工 一亿上台受奖表扬 其中这位戴着眼镜活力满满的 戏图清彭老先生 今年已经85岁 年轻时是一名小黄司机 退休后与妻子一同参与志工服务 这一座就是十多年 他却乐此不疲 也成为全场最高龄的获奖志工 他妈里卫生所 你家粮水鸭 帮助你家很快乐 台独全省志工人数超过8000人 平均每百人就有4人担任志工 开圈成台好人最多的县市 为发扬志愿服务的精神 鼓励基优志愿服务人员激励世纪 台独全省政府11号举办众志成城 让爱传承第24届精心奖表扬 以肯定志工坚守纲位 在社区照顾 教育 文化 环保 防救灾 交通维护以及行政协助上的贡献 公家器官目前台东县 196对8000多位志工 大概8500位志工 也是全台湾志工比例最高的第二名 国内疫情爆发之时 在公共场所或快打站 都可以见到志工服务的身影 无惧的付出令人感佩 另外台东县今年又新成立 9支志工服务队 会营造温馨友善的幸福城市 尽心力 谢谢大家会台东市报道